萧天叶眨了眨眼睛笑道 这叫将计就计 欧阳暖道 什么将计就计 也就只能骗骗大皇子和三皇子之两个蠢蛋 若是游政君在这里 他一定不会相信的 萧天叶笑道 本来就没想过能骗过他 何况任何矛盾都是由小争执开始的 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不信了 欧阳暖道 唉 可怜了沈三小姐 做了你们的马前卒 当真是忍心呢 萧天叶冷笑一声 哼 他若是安安分分 我们也不会顺腾下了 这个机会可是他们姐妹谋划得来的 怎能不让他们闹个够本 暖儿 你想想看 我也是为了你出口气 这种事 绝不能顾惜 欧阳暖师笑道 你还是想想 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我瞧着 这回南兆皇族 可是打定主意 要你这五十万兵犬了 萧天叶道 那就好好逗一逗吧 看看究竟路四谁手 南兆都城皇宫 皇帝怀里拥着两名美女 正在欣赏面前的宰歌宰舞 大皇子 二皇子 三皇子 和朝中最受宠信的几位大臣 君在座 酒一杯一杯地喝下去 大皇子故意说道 父皇 这次去日药城 我问萧天叶 您赐给他的府邸 他是否满意 结果您猜他怎么说 他说 这比当初在大历的秦王府 小篱瓣 哦 他也太贪心了 皇帝眉头紧紧皱起 看了眼正在歌舞的美人 突然挥了挥手 让他们全都退了下去 当初容忍萧天叶 是要借机给大历添堵 可是现在看来 这样一头猛虎留在自己身边 也是危险得很啊 南兆皇帝心里这样想着 不由在面上微微露出来一些 大皇子再积再厉道 父皇 只怕他不是贪心 而是野心过大 他原本就是大历人 大历又一直以我南兆为敌 他若非判处大历 也不会投奔我们 留着他 终究是个隐患哪 皇帝怒道 岂有此理 他不过是个叛臣而已 若非我当初收留他 他早就被大历一锅端了 现在哪里容得他在这里要无扬威 旁边的朝臣见状 自然知道皇帝父子早已是商量好的 要在这里演一出戏 立刻纷纷进言 陛下 收留大历的叛臣 只恐招人笑话 更何况 他能够反叛大历 怎么就不会反叛南兆呢 野狗是养不熟的 是啊陛下 还不如早点斩草除根的好 可是 已经封了他做镇备王 还能如何 皇帝仿佛第一次在思考这个问题 陛下 这不过是个空头的风局而已 陛下若想收回 也就收回了 近日来 左丞相和票齐将军 都说这位镇备王野心很大 皇上不得不早做提访啊 大皇子立刻道 父皇 萧天叶狼子野心 手握兵权 又迟迟不肯将兵权交给咱们 不如 赶紧除掉他 皇帝故意露出为难的神情 话是这么说 可我已经答应了给他容身之所 并徐义富贵 怎能出尔反尔 别人会怎么想 陛下 萧天叶毕竟是一族人 凭什么做我们的镇备王 他迟早会对皇上不利的 据说 他新娶的王妃就是大力的公主 异女 还对他千衣百顺 万般宠爱 万对我们送过去的美人 不屑一顾 不臣之心 已经很明显了 是啊父皇 上次我去看望他 他竟然将左丞相府的千金给打上了 还坏了人家的名解 这都是为了给他那位新王妃出气啊 三皇子见凤插针地说 这番山风点火 听得几位朝臣群情激愤 立刻进言 要求皇帝立刻斩除这个潜在的威胁 大皇子看皇帝面色 说道 父皇 还有一件事 南城王搬出了镇北王府 而且这半个月来 他们两个人在处理军务中 几乎是争吵不断 手下的新信将领也互别苗头 萧凌峰更是带着属于他的近两万人 离开了营地 另找地方驻扎 二皇子游政君一直静默不语 他总觉得 这件事没有他父亲兄弟想得那么简单 这时候他不得不开口道 父皇 萧廷叶狡猾 萧领风阴险 这两人一路从大力叛逃出来 既是亲唐兄弟 又相互扶持 患难与共 这么容易就会翻脸吗 我倒是觉得 其中另有蹊跷 还请父皇斟酌一下 看看他们究竟有何图谋再说 皇帝皱起眉头 大皇子立刻冷冷的 二皇帝 你有所不知 男人之间 为了前全美人闹翻的事情 比比皆是 更何况这位新的镇北王妃 生得十分美貌 便是咱们的皇妹也多有不及 若是为了旁人闹翻 我还会怀疑 可是为了她吗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这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再加上这件事情事发突然 我和三弟都在场 我们都是亲眼所见的 难道你怀疑我们对父皇的忠诚 还是你觉得 我们都不如你聪明 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吗 大皇子 大皇子咄咄咄逼人 游政军冷笑一声 不再开口 皇帝犹豫不决 他最看重的 是那五十万兵权 他立刻道 即刻传消灵风进宫 父皇 那萧天叶呢 皇帝冷笑道 不惜手段 格杀勿论 几人对视一眼 无不大喜过望 大皇子虽然兴奋 却还是道 萧天叶此人诡计多端 不可打草惊蛇 好 这件事 就交给你秘密进行 事成事败 就看你的了 若是成了 萧天叶的一切 就都是你的了 皇帝说道 大皇子想到 那五十万大军 和传说中 秦王留下来的财富 不由大喜道 多谢父皇 大皇子一走出宫门 实在难以抑制心头的狂喜 对三皇子吩咐道 萧天叶并非等闲置呗 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一定不可以走漏了风声 是 这次行事 一定要极为谨慎 对三皇子吩咐道